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越早清楚 清醒地认识自己 自己究竟要什么 自己究竟适合去做些什么 越早进行调整 对你今后的职业发展 就是越有利 而且记住我这句话 永远都不会看的 知道吗 虽然你可能觉得 我一定要毕业了 maybe too late for me No, I don't think so 这都逼你以后 你已经工作十年了 你每天其实都恨 I hate what I'm doing every day Every minute 你都很痛恨自己 那个时候你再后悔 其实可能会更晚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个例子 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比如我在读MBA的时候 我们那个program 我记载大概有二十多个同学 然后绝大 二十多个中国同学 绝大部分的中国同学 他们都会选择 concentrate在finance 或者accounting上面 因为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 这两个专业 它的技术可操作性 相对较强 但同时对语言的要求 又不是那么高 找相对来说 找到工作的概率 机会也相对大一些 那么对于marketing 这个专业来说 相对能够的机会 的确对外国留学生来说 是相对较少的 但是在我读第一年的时候 我也学了一些 finance和accounting必修的 一些基础课程 在我学习的过程中 我很清楚地认识到 OK 我可以take这个课 我可以pass exam 我可能也能达到 还不错的分数 但是我很清楚自己 清楚地告诉我自己 这不是我以后想做的事情 这不是我以后 每天八个小时 我不想去做finance analysis OK 也许 Kelan Lee 他会 enjoy this 但不是 enough for me OK 我也不想 每天都做accounting的报表 所以那时候 我都很清楚 我不想相信 在finance和accounting 我想做 我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我善于做的事情 于是我决定了 我专业的方向 是主工marketing这个field 好的